大家好我是阿飞 今天来挖松路 顺便来看看我的灵芝屋子 在往些年在这一片区域 是有很多的灵芝的野生灵芝 灵芝就处在这种梳妆 一个是梳妆 一个是梳妆 一个应该也是梳妆 这个也是梳妆 这个梳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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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也不知道是第几次来山里找松路了 听说这个松路长在比较潮湿的地方 所以今天就来这种比较潮湿的地方找一找 直接开挖 因为我也不知道哪里挖得到 只是选择这些图比较松软的地方 到处挖一挖 结果之前的好像没经验 就猜想一下哪里会有 那就随便挖一挖 如果挖不到松路呢 我们还有灵芝啊 所以我来的地方还是挺挺好的 这个呢是赤芝啊 红色的灵芝 比较赤芝 很多小伙伴肯定要问了 那灵芝有什么用呢 就是灵芝的作用呢 就是入药 具体有什么功效呢 我不太清楚 我只知道这个位置呢 之前来采过灵芝啊 那是顺便来看一看 还可以顺带挖松路 灵芝呢还有一个用途 那就是换钱 晒干以后呢 是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的 以身的灵芝呢 其实并不多啊 像这样的知道的窝子的话 也不多 大部分梳妆呢都会有或多或少 还有粘在石头里的 这个种类的柳妆芝呢 在家里也有 就是我自家的果园里也有 这种柳妆芝 但是在外面呢 要拔起来的时候的 要更兴奋一点 在自家有孩啊 兴奋 所以一路跨来还是挺开心的 一路跨来还是挺开心的 一路跨来还是挺开心的 这有点难吧 在我的印象里 灵芝呢一般都会 生长在那种悬崖峭壁上 要不就生长在石头上 还有那种 那个巨大的木头上 像小说里那样 像这样自己长在草里的 这个灵芝呢 感觉少了一些仙气啊 在外面的粘珠就不能养了 差不多就可以拔走了 在家里呢 果园内呢就养一养 因为我也不知道 我下一次来还在不在 外面的事情 对方看守着 美好的 海骨 云青 海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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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想起来今天是来找松露的 不是来踩零巾 但就和上次我说的一样 也许找的过程 会比找到的时候好玩 当然挖还是挖了很多地方的 只要挖不到松露 其实拍了很多这种挖的视频 已经成了废素材 就是没用了 所以我就只能回溜溜的回家了 相机还是要要的 我也不知道下一步要去哪里挖 也不知道我只掌握的那些东西 有没有用 能不能挖到松露 那只能随缘了 其实我更期待的是 在挖松露的过程中遇到的好玩 有趣的事情